好的各位同学是亚当 今天我想要先讲一件事 前阵子收到一个私讯是有一个球友 他跟我留了两句话 他说亚当希望你讲话可以慢一点 然后态度再诚恳一点 这样子教学的影片会更专业哦 我想说好的我会的我会改变 你个蛋蛋怎么可能 不是孩子这就是我的风格好不好 我希望我拍这个影片是快乐的 你们看了也会快乐 那如果你觉得想要找那种文周周的 讲话很斯文让你看了会觉得有白马王子的感觉 可以看别人的谢谢 好那今天呢 来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观念题 不止一个学生问过我 就是在上杆的时候 应该说看到世界级的选手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选手在上杆的时候 会呈现Bull Wrist 你们会看到他们在上杆顶点的时候 手腕会呈现这样的角度 OK 各位同学主要有两个理由 OK 我们先知道一件事情 在上杆顶点的时候 如果是Bull Wrist的话 它会造成怎样的后训效益 来 杆面会比较容易偏盖的 或者是你可以说它方正 或者是比较容易偏盖 但绝对不会是开放的 OK 先知道这件事情 好 来各位同学在这个距离为王道的年代 所有的选手都想要争取更远的距离 所以这个时候呢在他们的挥杆的方法里面 通常就会带入很大量的身体旋转 OK 好 各位同学聪明的你就会get到了 如果我身体做很大量的旋转 杆头会怎样 杆头会容易落后 杆头容易落后的话 杆面就会怎样 杆面就会容易开放 好 那这个时候我做Bull Wrist 有怎样的帮忙 很简单 当我在上杆顶点的时候 我做Bull的动作 我的杆面因为已经比较趋于关闭了 所以我在下杆的时候 屁股就算再怎样做大量的旋转 我的杆面也比较容易是方正的 OK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通常这些选手身体都会转动非常的大 不管是用旋转的力量还是用垂直跳跃的力量 身体都会转动非常大 这个时候Bull Wrist 会让你比较容易在挤到球的时候 杆面会是方正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选手除了要远之外 他们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 OK 那只要上杆有趋完 杆面就会是开放的 那这个时候通常你会需要什么 例如说我们之前影片有讲到 需要Arm Rotation 这个释放 来去让你的球 挤到球的时候 杆面是方正的 对吧 OK好 那如果我在顶点的时候是Bull Wrist 有什么帮助 很简单 记得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的杆面比较 在这边就比较是关闭的 那我在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少的Arm Rotation 我的挤到球的时候 杆面一样只会是方正的 对吧 所以对这些选手来讲 他在下杆的时候 手臂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他就可以挤到球的时候 就是方正的 OK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手的动作越少 他的脊球越稳定 OK 当然 这个是我现在在解释 就是这些选手 为什么会这样做 各位同学不一定适合你 好 所以呢 基于这两个理由 第一个 我的身体在做大量旋转的时候 肝面比较容易跟得上 第二个我在挤到球的时候 我的手臂不需要有过多的翻转 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选手 在顶点的时候 他会呈现Ball Wrist的状态 各位同学 这时候我就必须要讲了 如果你想要学习这样的挥肝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一定要跟你的教练讨论 因为有可能你在下杆的时候呢 你的手臂的动作 第一个你的手没有那么多的力量 去做到Ball Wrist 第二个 就算你做到Ball Wrist 你的屁股能不能转动的那么开 也不一定 所以建议各位同学 在模仿选手的动作的时候 要跟你的教练讨论 去跟一个了解你的人讨论 来去看说 你适不适合做到这样的动作 如果你贸然的去尝试的话 打不好不说 如果受伤那就不好了 好不好 各位同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